好 更新台风最新动态 根据了气象数晚间9点15分时 最新的资料显示 强台康瑞目前中心在俄兰比东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 它的暴风圈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 将对台湾各地及外岛的澎湖金门构成威胁 台风康瑞直扑台湾而来 明天周四是全台各县市都宣布停班课 不过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却闹了个大乌龙 变成宣布了11月1号台北市停止上班上课 立委谢龙界的侄子谢克阳也在脸书调侃他是大预言家 并且要台北市长蒋万安 小心一点如果到时候不放假 就会害许淑华翻车了 而经过网友们的提醒之后 许淑华目前已经更正了图片 并且向网友致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